这是2009年的秋天,甘肃的惠宁县 马百娟带着笑容,走过了弯曲陡峭的山路 激动地跑向学堂 湖北的咸宁市,考生学家落魄地走出了查询成绩的办公室 看着分数榜,他咬咬牙,决定要复读第三次 北京的秋天还有些热,圆寒寒辍学回家 坐在公交上,从睡梦中惊醒 窗外是及时而过的建筑 而他的眼里写满了迷茫 这是2009年的同一天,他们生活在同一片神州大地上 他们呼吸着同一个地球上的空气 却因为出生,家庭,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光秃圆坡,军内的大地高差相距400米 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声音散落在灰茫茫的天空里 马百娟拽着绳子,气喘吁吁地拉着驴前行 马百娟今年12岁了 家里总共有四口人,年迈的父亲,身体虚弱的母亲 还有一个比自己大两岁的哥哥 趁着深秋还未到来,他们需要将草垛全部都背回家 12岁,在农村算得上是壮劳力了 身材娇小的他,背起草垛,步履匆匆地,行进在最前面 一天的辛苦劳作后,马百娟烧柴,煮上了晚饭 说是晚饭,也不过是四碗面疙瘩,再配上一碟咸菜 四个人相聚在小桌边,用狼头不厌地吞咽,度过这劳累的一天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早晨天色蒙蒙亮 马百娟起床挑水,为猪干完所有的农婆,才拿起一块磨磨 伴随着凉水,入肚,即便是这样的艰辛,他依旧是满脸含笑 因为今天要上学了,路过村口的小卖铺 小心翼翼地从兜里掏出了零碎的三元钱,购买了练习本,根笔 山里的学校很小,一共只有五个学生和两个老师 两个老师各自教导一门功课,数学和语文 马百娟是五个学生里年纪最大的那一个,但他也是最喜欢学习的那一个 虽然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好,数学老师教的最简单的四则运算 马百娟连四成五等于二十都搞不明白,但这并不影响他学习的热情 他最喜欢的是语文课,书本上书写了大山外的世界,令他向往,也令他痴迷 马百娟还没走出过大山,他坐在小山堆上,捧着作业本 大声朗读着自己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这一场我从上外小学后,我要去青骨子找初衷 我长大了,要去北京上大学,我上了大学 以后我要去打工赠钱,我要一个月赠一千元 每面,因为我见面不够吃,我还给房子挖水浆,因为我门没 这一场我从上外小学习惯了,要去北京上大学习惯了 这一场我从上外小学习惯了,要去北京上大学习惯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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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6岁 土生土壮的北京人 父亲是房地产商 母亲是知名节目的总导演 从小念着最好的小学 初中 高中 优渥宽松的成长环境 让她的脑海里 总是充满了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 而对于学业 她并不热衷 看着马挂红灯的陈奇单 母亲索性替她退了学 回了家 傅贤在家 她每天要对抗的最大的敌人 就是无聊 看电影 看书 画画 做衣服 这些文艺而小资的爱好 填满了她的生活 夏天 穿梭在街头 感受下班路边探的人烟 秋天 坐在巷尾 这齐画板 只为了巷口的一朵鲜花 冬天 北京落了雪 带着家人 一起打起了雪仗 日子一天天的过 她也开始恐慌了起来 不是恐慌没事干 而是恐慌 一直没事干 对于她的迷茫 母亲说了句 要不开个咖啡馆吧 听到这话 那就开吧 拿了父母给的两万块钱 启动资金 她在南罗巷 找到了一间小屋 收拾 打扫 装修 充满文艺气息的小酒吧 开业了 酒吧旁边 就是餐饮一条街 人来人往 店里却空空如也 面对这样 仿佛有事干的生活 袁寒寒 依旧充满了迷茫 因为我没有想过 我以后的生活 比如说你想要做一个 在哪一个阶层的人 但是 反正我觉得 不会饿死就行了 反正没有人会被饿死 如果你不想饿死 我想你是不会被饿死的 如果你真的那么想死的话 就算你再富有 你还是会饿死的 三年转瞬即逝 时光的齿轮 波动到了2012年 在这一年 马百娟一家在政府的服饰下 搬出了大山 举家迁徙到了宁夏 也是在这一年 马百娟错了学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 她的父亲却认为 上学要打工 不上学也要打工 那为什么要上学呢 说到底 女娃娃 终归是别人家的人 书少念一点 够用就行了 校长对于马百娟的错学 很是晚期 劝了好几次 但父亲的态度依旧很坚决 女娃娃嘛 找个对象 靠着女婿 就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了 在宁夏 这座完全陌生的城市 马百娟好像完成了 她的梦想之一 走出大山 但父亲一句冰冷的话语 让她寸步难行 她选择外出寻找工作 酒店的店长委婉地拒绝 她年纪太小 不符合工作的条件 马百娟试图争论 那可以做一些最简单的 打扫清洁的工作 得到的答案 依旧被婉拒了 一个下午 她流浪在街头 进入了德克市的门店 路过了菜市场 经历了车水马楼 最后回到了乡村 她有些手足无措的 抠着手指甲 走在金黄的荒地上 她未来的人生 好像也正如这样的荒凉 2012年 许家即将进入实习期 请室内几个人讨论着福利 工资 前景 但最后 简历全都石沉大海 她只能先找了一份保险公司 电话推销员的工作 底薪一个月一千多 使用期三个月 过了考核才能转正 脱离了学校的墙保 社会的毒打 从四面八方袭来 很多时候 刚接通的电话 只提到了保险两个字 电话立即被挂断 一个月下来 许家的业绩寥寥几笔 她辞了职 回了家 母亲安慰着她 刚出社会 不要急 能够养活自己的温饱就足够 慢慢来 总会挣到钱的 无论在外有多大的风浪 家是永远温冷的港湾 许家重振旗鼓 准备好了简历 奔波于人才市场 与招聘会之间 好不容易 一家企业 对她的简历做出了回复 但七八个人一起面试 她很快被刷了下来 她坐在天桥上 看着人来人往 不知道前方该去往何处 她妥协了 去了学校安排的校企合作 穿上西装 通过了面试 在人事的安排下 签下了就业协议 就如同卖身器一般 试用器的工资 不知道 但转正后 一个月能有三千块 交五险一斤 工资看着 虽然不高 但好在 终于稳定了下来 2012年 在酒吧生意格外惨淡之后 袁寒寒关掉了酒吧 飞往了德国 读艺术硕士 和以前一样 她依旧感到无聊 抽烟 闲逛 旅行 发呆 是打发无聊时光的重要消遣 袁寒寒的情绪波动很大 有时候很开心 但有时候也会很难过 转换就在一瞬间 而对于画画的专业 她更是有些厌倦 她不喜欢去画室 站在画室的门口 就感到心慌 她也不喜欢学习的氛围 让她没有融入感 这天 她坐车路过百货商店 一摸包 发现钱包不见了 钱包里有银行卡 也有学生证 学生证可以补办 但银行卡挂失 就意味着她没有生活费了 她翻遍了家里的四处 还掰开了兔子的嘴 依旧找不到 面对母亲拨来的月亮电话 她有些丧气的 讲述了今天的丢钱包事件 母亲点了点头 淡定的表示自己听下了 随即催促着她 挖个速写 连连基本功 作家周国平曾经说过 人的一生会有三次成长 第一次是在发现 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 第二次是在发现 即便再怎么努力 终究有些事还是令人无能为力的时候 第三次是在明知道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 但终究还是要努力争取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恭敬 我们要学会坦然接受 所以时间来到了2015年 马百娟嫁人了 在16岁的时候 给她的表哥结了婚 表哥在工厂里工作 生意好的时候能挣2000多 养活一家不成问题 而马宝娟放弃了工作 安心在家 现在她关心的是其他村妇肚子里的宝宝 因为在将来 她的小孩也即将出世 徐家依旧还是在那一家电力公司 工资不高 但稳定 而且她结了婚 妻子是大学同学 拍了婚纱照 在老家举办了婚礼 跟亲戚东拼西凑 终于在小县城 按揭了一套两居室 虽然日子上有些清贫 但在颠簸的途中 她终于不再是孤身艺人 袁寒寒读完了硕士 回了国 她不想待在父母的身边 跑到了上海实习 在一家艺术馆里工作 她依旧迷茫着 每天被时代的洪流催促着向前 或许是不愿意子女走远 最终她回到了北京 开了第一家 属于自己的艺术投资公司 出路是导演郑琼 花了六年的时间 跟拍了三个不同家庭 完成的纪录片 她的名字叫出路 静下心来想想 什么样的路 才算是出路呢 寒门的学生 努力考上大学 却依旧找不到工作 还要背负起家庭的重担 生活在大山里的女孩 却只有七年的青春 就要被嫁为人妇 家境优越 被受宠爱的北京女孩 看似最为幸运 却也面临着人生的迷茫 和价值观的缺失 同样要面对出路的选择 其实无论是马百娟 徐佳 还是袁寒寒 他们都不是这个世界的特例 在这三个人的背后 有一大群同类人 以前没有刻意去规避 每个人生活条件上的跨越 马百娟一家 从大山搬到了小镇 过上了有水有灭的日子 徐佳考上了满意的大学 最终也找到了他中意的工作 但随着影片的落幕 字幕浮现 会发现三个人的阶级落差依旧存在 命运难以被改变 记录片中 郑琼把袁寒寒作的艺术短片给徐佳看 徐佳的反应很平淡 他知道这个社会不公平 他接受这种不公平 但他也希望在自己的努力下 让下一代达到圆寒寒的那种状态 是啊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 我们要学会坦然接受 条条大路通罗马 但有些人一出生就在罗马 很多时候穷尖一生去努力 能达到的高度 不过是他人的起点 当你背井离乡 好不容易足够温饱 但有些人早已经过上了稳定 舒适的生活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但世上没有任何一场马拉松 能赢在起跑线上 所以无论所处环境如何 都要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信念 不认命 付出努力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出路 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上 所有的努力都值得